岁莫寒冬瑞穗在地知名的畜牧业者 范继明发挥企业社会责任 特别捐赠乡公所爱心米来关怀弱势长辈 而乡长吴万德高度肯定 也立刻将这批爱心米发送给乡内 11个部落文件站 以及复原社区发展协会的关怀据点 希望乡内的长者吃了健康有活力 不论是五鹤玛丽云文件站 北瑞穗的拉杰哈干文件站 还是位在韩山脉中的奇美部落文件站 乡长吴万德都将地方企业的这份爱心 一一轻松到每个部落文件站里 令部落长者们感动频频致谢 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认试乡在地知名的序幕农场业者藩济明 发挥企业社会责任 特别捐赠乡公所280包的白米回馈地方 乡长吴万德也高度肯定 赶在年节前夕将这批爱心米发送给乡内 11个部落文件站以及部员社区发展协会关怀据点 希望让乡内长者们都能吃饱饱 健康有活力 因为我们今天去了文件站 跑了十来个文件站 目前是已经全部发好了 因为这一次就有地方善心人士 急增牧场的老板发送的 认试乡公所对于社会弱势的关怀与照顾 也不遗余力 现在在地业者加入社会照顾之列 乡长吴万德也相当肯定 业者落实社会企业责任 关怀社会弱势的大碍 记者石玉兰瑞社采访报道